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人呢 郁郁还修 然后跟你一聊呢 发现说 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对艺术的这种热爱啊 我觉得让我觉得特别的 就是热血沸腾的那种 点燃了那种激情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我们今天坐在这呢 一起来聊一聊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 包括呢 你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 从中国来到美国 然后再从美国 再去审视中国 去看我们自己祖先的文化的 这些感受 当然今天时间呢 是比较有限 但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 希望呢 让大家一起来 认识桑清 桑老师 你是在1986年呢 从中国来到美国 那么来美国是 社会科学的研究生 之前呢 你是在 北京国际关系大学 读这个英文专业的 而且呢 出自一个外交世家 跟我讲讲你那时候 当时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而且你爸爸也是 就是中国派入联合国 民航组织的全权代表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 就是世界上的这个航空法 都是由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 就是每一个国家的 每一条航线 都是要经过这个 国际民航组织批 那么这个 只要有航空公司的国家 就要加入这个组织 然后呢 这个组织呢 有一百多个国家 然后有四十多个常驻国 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也加入了这个组织 因为中国也是 开放了国际的航线 那我父亲去了上任以后 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架 韩国民用的飞机 被俄罗斯打下来 那这个就是要外交的智慧 那么他要等国内 当时是电报 指示他怎么代表国家发言 可是西方的记者 马上要听到 中国这个新的大国 他的立场 那我父亲就用了 很幽默的外交的词汇 拖延了这个时间 等到中国的 正式的这个指令以后 把中国的那个想法 告诉记者 告诉外方 所以因为父亲 从改革开放 从建国的时候 就是陪同周总理 做了很多建国开启 我们看到这个相片 是您父亲 跟周总理在一起 他就在周总理的旁边 对 他是就是 一建国以后呢 跟这个东欧 是有很多的外交关系 那么他就是负责 陪总理有很多谈判 比如朝鲜战争的 这个谈判 最后和平谈判 包括一些国家航空公司 跟中国开航 还有他主要负责是 就是驻中国的五官 一些事宜来负责 然后从无无到有 建立起了 就是中国的外交事业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您父亲 他就是凭借他自己的 这种勇气和智慧 然后用这个交流 沟通的这种能力 能够去帮助中国的 赢得在世界的地位 对 他77年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时候 也是很多侨团 开始向往祖国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经济 还是比较落后的 那么这些侨团之间 也会有一些纷争 他们就会去找我父亲 寻找智慧 怎么样能够解决 然后每一次父亲 都会给他们出很多的点子 是侨团很和睦 而且很崇拜 就是中国的这个领导 他有很这个 智慧的思辨的方法 解决问题 您的母亲也是外交官 对 我的母亲 是正式的外交学院毕业 所以她作为夫人 就是从夫人的这个 这个范围内 影响中国文化 所以在那个国际组织 一百多个国家的 那个夫人里面 他们称我母亲为第一夫人 所以你当时是在1986年 那个时候来美国的 这个可以说是 从八 我觉得从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吧 一直到九十年代 其实在中国掀起了一股 来美国的热潮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来美国的 我们也是这样 就是我因为这个 外交世家的关系 所以我很小就学英文 悄悄地在家里 然后中美建交以后有广播英文 然后妈妈就让我们姊妹三个学 那他们两个就觉得很无聊 就跑了 可是我是很听话 我就坐在收音机片 这是个桌子 这是个椅子 非常枯燥地学英文 但是还是积累了英文的这个 这个语言的能力 那么我大学读的英文系 然后那时候年轻人都是觉得 刚刚文革结束 希望远离那个思想的禁锢 就非常非常向往西方的这个先进的 自由的民主的 完全是想象的那样一种热情 所以有一个 而且科学技术方方面面那么发达 所以80年代初就开始有一个出国热 你是因为考试 然后 对 我是考了托福 然后因为成绩很高 所以拿到全额奖学金 然后来美国 当时是考托福 拿到了全额的奖学金 然后呢来到了美国 在你那时候来到美国 其实那时候来美国的人不多 就是中国出来的人呢不容易 来美国都不多 你那时候出到美国的时候 你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还是 虽然我的大学的外教是我们的班主任 他讲了很多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书本上 交流上 但是人到这边以后 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文化震惊 因为当时的中国的社会情况 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所以是有很大的文化震惊的 当然那种 突然一下子好像有自由的时候 觉得很爽 没有人管了 可是同样你又面临了很多选择 当你有自由的时候 你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做一个 正确的判断 做一个选择 那么在中国 我们从小成长的教育 是叫打过犯 就是样样都是给你安排好的 你不用担忧任何事情 所以那个震惊还是很明显的 也看一下你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相片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 感觉像电影明星一样 你刚刚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在中国的环境里呢 很多东西是别人帮你决定的 比如说组织上可以帮你 甚至你的婚姻啊 组织上都可以帮你决定 对 而你出来 就出来乍到到了美国的时候 那种一下放开的自由 让你要自己去做选择 做决定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可能心里就反而有了很多的 我觉得或者是不安 或者是兴奋 或者甚至是一些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疑惑呀 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因为如果有一些事情 你做错了选择 你会后悔 哎呀 当初我怎么不做另外一种选择 所以当面临不断地面临 各种各样选择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点 不是那么的安定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你本人的这个优秀啊 不管是在学业上 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出身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 应该是有很多的选择 对 但是我想人生 我们都是有对的选择和错的选择 你觉得你错的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我错的选择有很多 我就是就是常常会比较任性 不考虑很多的后果 就是就去做了一件事情 凭着一种激情 假如可以安静下来慎重一点 或者多看一看另外一种方式 能不能可行 就可能会少犯很多的错误 但是你不觉得那就是你吗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 当你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如果说你能够像这个老年人 像老成持重的去选择 可能那就不是青春了 对呀 他有过激情 有过奋斗 那个时候来美国抱了很大的理想 想要来改变世界的 我认为我们学了西方的文化 也懂一些中国的文化 我们是站在最现代的时代 我们要改变一切 改变世界 让世界成为一个最幸福的 和睦的大家庭 结果呢 结果就被人流 被物质 被很多东西迷惑了 我觉得因为这边的生活 大家很向往 就是你很优越的生活的美国梦 但是我心底还是非常非常爱艺术的 我小的时候一直是想做一个艺术家 但是父亲是不准的 我又很乖 很听话 可是我大学毕业以后 就开始接触很多的 中国那个时候 比如李克然 董寿平 宋文志 雅明这些老艺术家 看他们做画 我就很有兴趣 那个时候 是对这个非常非常有爱好的 所以也是因为 对这个艺术家的热爱 我觉得你选择了你人生的 这个一段呢 就是可以说是 非常多姿多彩的生活 因为我在跟你聊过 然后看过你的过去之后 我知道说 你曾经呢 在美国过到了很多人 要向往的生活 可能就是说 大家眼中的所谓的成功啊 这些富贵啊 你都体会过 但是在这些东西过后呢 其实你又改变了一种方式 生活方式是吧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 大概就是90年中 90年代中期以后 又每年就开始回国 那也看到中国 90年代比80年代 巨大的变化 日新月异 人们都很有激情 所以从那个时候 然后也开始更多的 去了解一些 中国文化方面 被我们忽略的 比如说大国的工匠精神 我们的那些传统化 比如说 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 被发现的时候 它的玉 刻画的精细的程度 包括我们的青铜器 它那种汉代巨大的造型 就是到了一个盛世 很多的汉墓被发现 那汉代呢 它是种后葬 后葬就是 有时候瓷器真的 上千件上万件 那当我们看到那些 文物出土 包括边中的时候 我们真的心里是震撼的 你看到这些东西 包括你对中国文化的 这些了解之后 你有一种什么样的 使命感呢 我觉得东西方 在古代的时候 它因为很遥远 两方都很神秘 所以仅只是凭一种想象 通过丝绸之路 我们的瓷器丝绸 然后他们的颜料 他们的这个 这个作料 我们进行一些交换而已 但是现在因为交通 信息的高速发达 包括人员的 这些互换 很多外国人 生活在中国 那也很多中国人 来到了美国 世界各地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文化交流 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但是真正的文化交流 我觉得还是要站在一个 文化的巅峰上 就是古代 文化的巅峰是什么 比如说古代 中国人从东边爬山 西方人从西边爬山 那么只有都到了山顶握手 对话的时候 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交流 如果只是泛泛地了解 中国人很会吃 中国人很会玩 中国人很会穿 我觉得还没有聊到我们祖先 因为我们的历史 是经过了 有文字的将近五千年 那没有文字的 就八千年 我们就有胡迪 那么他经过了很多的起落 在这些起落里 古人他总结经验 怎么能够避免一个朝代 不要去很快的 就是灭亡 那么包括我们个人 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 起起落落里 把自己的文化传扬下去 因为一个新的文明起的时候 它有时候是比较残忍的 它常常毁灭了前一代的文明 但是又过了多少年以后 你是觉得我们每一个时代的文明 都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我觉得站在山顶对话的时候 西方人当他们学到孔子 学到中国的哲学 他们也是对他们很有帮助 所以我是觉得 首先人性 人性是什么 人类它的文明 到底能达到多高的程度 我们内心真正在追求什么 追求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会问 我们真的到底是谁 到哪里去 我们从哪里来 这是人类哲学的永恒问题 那我们的心灵 我们能让所有的人类 或者所有的生命体 达到一个多么幸福的状态 这是还是要去探索 所以西方他从科学的进步 他从这方面去探索 人类精神能达到最高级 那么中国人呢 就是从山水里面 我们说人者爱山 智者爱水 所以艺术家古代的 他在山里面 他去看一个山 他不画 他把这些山 天地人 完全融到自己的胸中 他回去以后 通过他的文化修养 他是一个再创作 他是一个异象 他是说人可以超越 俗世的很多的庸俗的境界 达到天 那个真善美 那么高的境界 然后中国还追求君子 君子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君子自强而不惜 就是那我觉得人 当你对精神界 有那么高的要求的时候 你会包容我们的文化 就可以大家先了解 然后理解 然后包容 然后共通 然后我们就共享这个世界 包括所有的生命体 都可以和谐共生 那是古时的君子 你在现实的社会里 你有看到现实的君子吗 是什么样的 我是觉得君子 都是在不断地学习的 如果对这个精神界界 有一个向往 比如说我们第一代移民美国 我们自己很努力 我们也希望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他们就是完全生在美国 或是长在美国 什么叫做更好的条件呢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代 或者是我们这代人 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地 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然后呢 就是闯出我们的一个天地 但是你说下面一代 你要怎么给他创造一个 你认为更好的 比如说我觉得中国人 可以更团结一点 那么我们是应该 在美国的行行业业里 都有姚明 都有状元 那当然我们的科学家 是最厉害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 做好你自己的本质 对 因为我们的科学家 是在美国的科学界 是非常非常强项的 但是在很多方面 文化艺术交流上面 我觉得都可以继续地推动 那么比如说用君子的方法 我们对于小孩的教育 因为他在美国的学校 他天天受到美国大环境 思维方式的影响 那么他又怎么能保留 中国传统里那种内敛 那种忍让 而不是很外露 很争强 那西方人又也不要认为 是说很强势的 就一定是赢这样一种互补 那么对于他选择他的未来的方向 是不是父母一定要参与很大的意见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选择什么职业 你的路怎么走 当人具备这种包容性的时候 他对孩子 我们就是给你好的条件 上好的学校 把你拖上去 但是至于你家庭生活的这种平衡 你要给他更大的空间 让他去发展 只要他根红苗正 心地善良 我觉得都不会跑偏 那在这方面 我觉得中西方的交流 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是这样的小孩子 他又有中国文化的内敛 同时他在西方人的社会 可以不受家庭很多的约束 我觉得他们的前程 一代一代会更加的辉煌 在美国的 我觉得我们华人 虽然是到这儿成了少数民族 但是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方方面面都要产生一个重量的影响 就像您 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 那么当任何一个时代 出现危机的时候 我们有能力 为自己 或者为其他弱势主义发生 我觉得 这个都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前瞻的 我听你的话 你知道吗 我听你的话 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其实要真正在往身里再想一步 而且有的时候 你会给一个非常 Vivid Picture 很生动的画面 比如说你说爬山 这个同一座山 一群人从东面往上爬 一群人从西面往上爬 爬到山顶的时候才握手 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这个爬山的路途中 所经历的艰辛 然后呢 所看到沿途的风景 所了解的不同的这个风物 到了顶上之后呢 虽然走的是不一样的路 但是都是往上爬到这个地方以后 再握手 我觉得你那个就是 很多的比喻和你心里的一种 一种力量和感受吧 对你来说 你觉得哪一个人是你的 Role Model 凯摩呢 哪个人是觉得 我心里是非常非常崇拜达芬奇的 因为达芬奇真的是一个全才 那么文艺复兴 他是一个开先驱 那么他首先是一个 最成功的画家 雕塑家 解剖学家 建筑家 军事工程师 绘图 地质学家 他非常全才 他不是说 只有艺术 没有科学 那么他的思想 因为他们这种 独立的思考能力 所以把西方思想 建立在自由 平等 博爱 人文主义 而不是约束自己 本身的这个 这个本能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崇拜达芬奇的 那就是艺术和科学 它也可以是相关的 比如说科学家 你在研发的时候 可能很专注 那么 那么也可能 你休闲的时候 学了解一下艺术 放松一下 他有一个情趣 有个乐趣 当你的头脑得到非常好的休息 和放松的时候 也许就在那一刹那 有了发明和创造的灵感 所以我觉得东西方 科学 艺术文化 现在我们在一个 全部交融的时代 都可以做很多方面的 交通和沟通和交流 那么我觉得 我们借鉴西方人的 这些好的思想体制 那我们中方人的儒雅 也介绍给西方人 那么让人类的门名 在这个 这么全面交融的时候 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让人类 能够免于战争 免于灾难 免于痛苦 都是往幸福的 碰到瓜葛的时候 我们用交流 去把它解决掉 而不要痛苦 再不要有苦难的战争 其实我刚也看到 你一些相片 包括你曾经也跟 美国的这些政商名流 艺术家 还有政界 都有一些交往 当你那个时候代表中国 尤其代表一个东方的女子 在跟西方的这些 可以说是权力的代表者 或者说艺术的顶尖人物 在碰撞的时候 在交流的时候 你觉得在那个时候 你当时的 我觉得你确实是 有这种自信的 你这种自信来自于哪里呢 我觉得还是来自于中国的文化 因为我们从小 我的祖国养育我 对我做了那么多的培养 我就出国了 其实我们年轻理想是 有英雄主义 要报效祖国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想要报效祖国 或者做一番更大的事业 什么时候都不完 所以我觉得那种自信 就是中国女人 她很稳定 她很平和 她很内敛 她碰到事情的时候 不会很张扬 不会很发泄 所以美国人 不全是中国女人是这样 也不全是美国女人 都那样 对 所以相对 相对就是外国人看到你 一个是你外在 另外可能就是温柔 我觉得会给人一种 很温暖的感觉 温柔的背后 是一股坚定的力量 对 对 温柔 像我们如果意境讲 就是所有的卦象里 包括乾坤 其实他都是有 非常非常好的项目 但是可能尾巴 有一两个是劣势 但是有一卦 他是占尽天使地和 就是弱水三千 当你把自己放在 最弱的表象的时候 所有的主缘都来了 所以女人她不逞强 并不是说她没有能量 就像水一样 中国人里 我也很崇拜李小龙 就是他也是讲 他用武德来讲中国文化 就是他是 武功就是水 你可以随便地塑形 太极也是 你的力量来了 我不是怎么打你 我是用一个善巧的方法 卸掉你的力量 把你的力量推回去 把你的力量分解 而不是我要 也发你一样 那么强大的汉力 那么李小龙 我觉得他能够得到 全世界泰拳 日本拳 俄罗斯 欧洲 所有他比武 赢 其实并不是说 只是他的技能 第一他非常快 人家还没有反应 其实他个子很小 但是最终他赢 是他的武德 当他的剑 指到别人的喉咙时候 到此为止 他不置人于此地 那么有时候 他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他点到为止的时候 他离开 那个人他会起来 再去攻击他 可是事后 他会觉得自己的德行 不如李小龙 他觉得很羞耻 他赢得了这个尊重 也就是说你刚刚说的 就是把这个力量 怎么样去化解掉 把它变成一种 和谐的这种感觉 对 因为中国的哲学 方方面面延伸到美学 延伸到武学 它都是一个德在一起 就是君子 还是就是以德为美 他可以厚重在物 所以我觉得 真正从这么深的 人具备这么深的道德修养的时候 我们不会再发生 一战 二战 三战 那么人类互相残杀 那么残忍的事情 讲到这个中国的文化自信 其实现在呢 真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 敏感时期 尤其是在这个美国的 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之后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讲到 其实文化它的力量 是真的是非常巨大的 而刚才你讲到一个要点 就是说呢 怎么样把这个正面的这个力量 把它化解 其实呢 这跟中国的这个文化和艺术啊 有相当的深的渊源 刚才你也讲到另外一点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朝代的更替当中呢 通常一个新的朝代 它会去改写 上一个朝代的文化 或者是呢 以它自己方便 或者以它自己的这个 就是说 随着它的想法吧 去把这个历史做一定的 就是怎么说 可能是修正 或者是调整 那么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在 尤其是像您也是一样 就是东西方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你觉得我们站在这样一个时代去 怎么去 先讲也好 或者说去弘扬中国的文化呢 我是觉得在这个外交上 那么从政和开始 其实它走了几十个 甚至二十几个国家 那么我们都是大国的礼品 送给你来慰问一下 打个招呼就去下一站了 我们在政和那么大的强大的海洋军舰的军队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侵犯人家 只是大国泱泱来慰问你一下 那么中国人自古就是爱好和平的 不是我们民族地狱 我们也不去规予 那么我觉得用这种大国的 我们的哲学的理想 就是还是要好的 大家共享 我觉得用这种思想去引导西方的 就是比如说它缺海洋的 日本它要扩张 俄罗斯它要往下 像海洋就是为了自己民族的一个生存 这种扩张是自古就有的 也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在讲 如果讲到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自信 这个话题呢 可以一直讲下去 但是今天呢 跟桑青老师聊的呢 其实到最后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你内心里有一股力量的时候 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你从哪里来 你很清楚你要到哪里去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后继勃发 点到为止 是吧 是 好 那么时间到这已经差不多了 谢谢 非常谢谢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 未来呢 我们还会为大家请到 桑青老师一起来聊 中国文化 中国的艺术 谢谢您